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一位足球巨大部主 平时喜欢做的视频,聊聊球定期直播解说中国流洋球员的比赛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看我简介进Q群,了解直播排程 如果说在过去的20年中,哪一位中国流洋球员最让人感到惋惜 董方卓的名字一定会让人感到共鸣 1985年出生的董方卓,他的天赋有多高呢? 19岁时就让当时的曼联掏出了72.5万欧的转会费,把他签下 第一,20年前的曼联还处在鸿魔王朝的巅峰期 掌斗人还是堪称教父的福克森爵士 曼联在那之前不仅拿到了三冠王,更是完成了英超三连冠 第二,在2004年时,欧元和人民币的汇率还是1比10 因此这笔转会费换算成人民币有720万 要知道当时北京的房价才6000元一平 而2004年的中超转会标王是从辽族加盟山东努伦的李金宇 当时他的转会费是490万人民币 董方卓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位加盟欧洲顶级豪门的中国球员 对比后来加盟黄马的林阳明和加盟拜仁的刘少子阳 目前来看,董方卓的这个天花板依旧难以超越 后面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董方卓先是被租去了曼联的比利时卫星球队安特卫普 三年各项赛事一共出场60次 收获36球3助攻 这里面还包含了2005-06赛季的比以金靴 不过这也就算是董方卓的大部分巅峰时刻了 在2007年1月,董方卓被召回曼联 只不过在之后的一年半的时间中 他仅仅只为曼联一队出场过三次 分别是一场欧冠,一场英超和一场联赛杯 均未能取得进球或助攻 但董方卓却拿到了一个欧冠冠军和一个英超冠军 在那时,董方卓更多只能代表曼联预备队提比赛 只不过在那个互联网相对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 他代表曼联预备队的比赛大部分人是看不到的 大众对他的印象也只能来自那三场正式比赛的极景 而董方卓最终未能在曼联立足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曼联就宣布和董方卓解约 他将重返老冬家大连识得 那董方卓为何没能在曼联立足呢 在那个传统媒体掌握话语权的年代 新闻学也开始展现他的魅力时刻 董方卓在场上的表现一点也不积极 一看就不努力 不自律 这种态度如何力度曼联呢 福克森爵士曾在采访中说 董方卓脖子以下世界级 那好 作为一个自认英语水平还算凑合的人 我就想问了 请问如果让福克森用他那浓厚的苏格兰口音的英语来说 脖子以下世界级 应该怎么说 你别告诉我是脖子以下我的class哈 那么 董方卓是不是真的很难呢 在这儿我想引用一下英文的原文报道 当时的安特威普主教练对董方卓的评价是 He did everything we ask of him In training and did extra personal training on his body 简单翻译一下就是 董方卓在训练中勤勤恳恳认劳任劳任悦 并且还会经常加练 其次曾是体谈周报驻英国记者的颜强 在对卡林顿基地采访时 也看到董方卓在训练时两度铲翻C罗 所以你真觉得他会是一个懒惰的人吗 作为一个曾在媒体行业工作过多年的人 我太了解国内媒体的套路了 一个从未去过欧美国家生活过 甚至连英语都不太好的编辑 却写出文章教你欧洲人和美国人是如何生活的 他们的高素质体现在哪些方面等等 这也是我做这个频道的初衷 我希望分享一些我的经历故事和见解 我不能保证我所说的全部是正确的 但我会尽可能的去用数据和事实来佐证我的观点 说回董方卓真正允诺的原因 其实就是在2008年2月 他在代表曼联预备队 在对布莱克本的比赛中 十字韧带和半月板重伤 而为了能参加半年后的奥运会 他选择了保守治疗不做手术 虽说他最终圆梦奥运会 但却也彻底失去了他顶级天赋班的速度和爆发力 而对比董方卓职业生涯的数据 你也可以发现 他在曼联生涯之前和之后 简直是不同的两个球员 离开曼联之后的他 不但在中超联赛都无法提好 更是在二次流洋波兰 葡萄牙和亚美利亚时都难以立足 这也说明那次重伤后的保守治疗 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深 值得一提的是 董方卓还是第一位 亮相波兰超联赛的中国球员 吴绍聪或许有机会成为第二位 目前已经39岁的董方卓 已定居厦门 他弄了一个清训俱乐部 也算是在为中国足球的普及和清训 在做一些实事 而我们也在期待着中国足球 能出现下一位 能加盟欧洲豪门的球员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对我的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区 各书己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